老板,请问你在煮这什么? 这个是华人新年传统的食品,年糕 可以,待会儿我看你们讲座了吗? 可以啊 现在就是那个糯米弄干水了,就要加进去这个糯米籍这里,把它磨成浆咯,就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磨的时候也是我们会看那个米磨出来,还有没有颗粒感在那边,如果是有的话就要再调细一点咯 现在就是吊着那个糯米咯 刚刚磨米鸡磨成的米浆已经在这个袋子里面了,所以这里就会有那个多余的水分在那边 那边吊到去傍晚的时间,它就会干了的 OK,现在就是刚刚钓干了的那些糯米咯,糯米团,现在就要从里面倒出来咯 OK,它就是这样一团鸟的,然后就要捏碎它,把它捏成碎片,好像他们这样的 这就是刚刚成糯米碎了过后,加糖过后下去,它就变成这种僵的状态咯 这就是刚刚那个糯米粉加了糖的,就是融合的 融合变这样的状态咯 现在就是搅给它均匀先,就进炉蒸煮了 其实有点这样状态 所以这样就上炉蒸咯 然后炉上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刀 就是蒸年糕其实等于好像是一年的运势这样嘛 也是代表这个年糕出炉的时候会不会好 所以我们都会传统下来啦,就会把刀在上面 就是一个避邪的作用啦 这个是经过20个小时的蒸煮 就会变这样的巧克力色咯 从白色没有加热它的东西 就蒸到变这样的颜色 它们俩最漂亮的年糕就是巧克力色了 现在就是最后个步骤了,年糕已经蒸好 就是把这个蒸好的年糕装进我们的竹筒里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要再打开 旁边说我去前方 你要是去前方 去前方 买培众 去前方 来胶 去前方 感谢观看